我們但是就是看了書之後覺得說其實 就是他們看了書都發現說 其實這些糗事我也發生過 那為什麼你畫出來 你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可以變成你的idea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其實就是好像 就讓大家覺得說 其實世界上不是只有你這麼笨這樣子 就是這些事情我也都發生過 然後你們也發生過 然後覺得其實生活是可以這麼有趣 這麼開心 所以其實就真的不要被就是 可能太不開心的事情給約束住 因為其實就是日子還照過 你一直去想那些事情 那讓自己不開心那何必呢 那不如就是去想一些 就是讓自己開心的事情 我有一個優點還是缺點 就是其實我的記性非常的差 就是常常就是 不管是什麼討厭的事情 或是難過的事情 我都可能睡個覺就很快就忘記了 所以隔天就是又重開機這樣子 所以就是常常就會 只寄讓自己開心的事情 然後也會讓自己就是 一些小事情就讓自己很high啊 就是可能例如說 欸你剛才吃一個雞肉飯好開心 哈哈哈哈就 就這樣就好了這樣子 就是其實 人可以過得很單純 也可以過得很快樂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要代替 我跟就是喜好都完全不一樣 像我姐是學商科的 然後我哥是學體育的 然後就是學繪畫這樣子 但是因為小時候 我就是我們父母他們 就是他們並不會說很要求 我們的課業就是 他們他們就會覺得說 欸小孩子就是 你要有禮貌 挺得好就好了 你們其實課業那些東西 其實就 也可能是因為他們放棄了啦 就是就覺得說 什麼老師考中查算 這個笨死了 這樣子就就放棄 就放棄到我們去 一直努力去念書或幹嘛 就覺得 欸那我們做自己喜歡 做了自己就好了這樣子 所以其實小時候 我們像我就說 我喜歡畫畫 然後常常就是在 其實我們家裡小時候很窮啦 就是沒有什麼錢可以買一些紙啊 筆啊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都常拿著就是 那種免費的原子筆 然後再就是報紙啊 或者是一些那種 廣告穿燈上面 就是亂塗亂畫這樣子 然後我媽還看到 其實看到我這樣很喜歡畫畫 然後他就也是很努力湊錢 然後讓我去上那種畫 就是畫畫補習班 畫上一個禮拜之後就是 就就就沒去了 因為就是他就 老師就跟他講說 欸你們家小孩一直在玩耶 就是都沒在上課耶 然後我媽想說 算了不要浪費錢好了 就是因為其實就是在家裡 開心的畫畫 根據補習班 就是人家自私的教你 說該怎麼畫該怎麼畫 其實那個心情是不一樣的 所以後來就 你去了一個禮拜 就還是就在家裡 開心的畫畫這樣子 所以其實就雖然想說 我的功課就是不是很好 就是其實 真的不是很好 不是謙虛 真的不是很好 就大概就可能 全班大概52個人吧 就大概都48名那個時候 就是那個階段這樣子 所以那程度不是很好 可是就是 但是每次就是都會當 可能學業鼓掌啊 或是每次的 前身比賽啊 或是地爆啊 都是可以得名的那一種 我沒什麼可以炫耀 但是只有這個可以炫耀這樣 就很棒啊 這時候應該要掌聲鼓勵一下 對 有一個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也能夠表現出來 給就是師生看這樣子 就覺得 欸我其實做 就是在學生生活的 求學階段 其實我還過得還蠻快樂的 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後來就是 呃 上高中 那時候高中 我就念是念那種美術學校嘛 就是畫畫這樣子 然後其實那時候也蠻 蠻不知道自己到底之後該幹嘛 因為就是 一般傳統的會畫 出 畢業中沒有事情可以做啊 總不能去當一個畫家 當畫家幹嘛 是不知道 是畫那個海報 電影海報嘛 對 就不知道幹嘛 然後後來那時候 我全部的同學都去上大學啊 就是大家考上什麼 可能照樣啊 或者是文化啊 或者什麼 就很好 一些很好的學校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我媽說 誒媽我不知道 上大學 我不知道該念什麼科系耶 我不知道要不要念大學耶 那 還是我直接去工作好了 然後我媽就一邊看著電視 哦好啊 隨便你啊 這樣子 就整個就是很無所謂這樣 然後 所以後來我就 其實我就沒有 沒有 我就沒有去念大學 我就直接就是就業這樣子 所以其實 那時候真的 算是還蠻 蠻另類的 因為 那時候就一定 大家都要上大學啊 你不上大學你要幹嘛 一定要走那一條路 一定是走那一條路的這樣子 然後不過後來我就是 直接就就業 然後就開始 學電腦 然後學繪畫 然後做一些 就是一些繪圖的一些工作 到現在 其實這樣子 另外一種方向想 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比其他的同學的 那個就業經驗來的多 嗯 多了四年吧大概 就是 其實我會比較有實際的經驗 但是 也是有缺點啦 因為其實我 我想 這是我人生最大的遺憾之一 就是 我很想上大學 然後就是 很想要聯誼這樣子 哈哈哈哈 為了聯誼想上大學 為了聯誼這樣 就是 就人生潮這一塊 還蠻遺憾的這樣子 不過既然都過了 就覺得 欸 這也是 反正人生就是這樣嘛 就是 其實你都無法掌握說 到底會怎麼樣 不過 我覺得這樣一路下來 當然就是父母很大 父母給我很大的支持 就是他們可以 就不會說什麼啊 你畫畫有什麼前途 你不要畫 幹嘛幹嘛 你去念書 你去當律師 當醫生 幹嘛幹嘛 那種好賺 然後或者是 就是人家會崇拜 你會尊敬你 什麼什麼他們沒有正量 他們就覺得說 欸你 你做你喜歡做的事情就好了 就是 你公開 我們功課不好 他們 他不會 不會罵你 不會念你 反而是 如果說 像一些 禮貌上 品德上的事情 出錯了 他們就會很生氣 例如說 你 你教小孩 你一定是要就是 欸 你去別人家裡玩 你是不是一定要 第一個就要先 跟人家的父母打招呼 對 然後走的時候 當然也要跟人家說再見 謝謝人家 這樣子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禮貌嘛 如果像這種東西 我們沒有做到的話 我們就會 比成績考不好 還會罵得更慘 因為他們覺得說小孩 就是要有禮貌 要有品德 因為這種東西是 可能有時候 可能比較沒有教到 或者是 顧不到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我們家 三個小孩都過得還蠻 就是雖然都沒有 沒有很好的 可能最大錢或幹嘛 但是其實大家都 很有禮貌 然後該做的都有做到 這樣子 然後當然我今天能夠就是 可以靠著 畫畫 然後有這樣子的成績 這樣我是覺得是 非常 當然是非常幸運啦 就是 真的是很幸運說 就是可以這樣子 所以有些小朋友問我說 欸 雲雯姊姊 怎麼樣可以就是 像你這樣子 這麼 這麼賺大錢啊 這麼有名啊 幹嘛幹嘛 就跟他講說 喔 可是因為我上輩子有燒香 所以就是 沒有辦法教你這樣 對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運氣佔了很大的 對我來說 運氣佔了很大的部分 這樣子 嗯 這個其實不是指 我算現在的部落格 應該是兩億多人是嗎 當然 不過當然也不是可能說 你一開始玩部落格 就開始有這麼多人來看 當然一開始也是可能 一天五個人 一天 一天五個人 一天十個人 這樣子的人數 嗯 對啊 一開始的時候 我一開始在畫部落格的時候 當然也只是想要純粹分享 自己的求是 然後畫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也是 當然那時候也會開始注意到 臉丟來人是說 連今天有多少人來看 然後會一直很注意那個數字 然後可能一天 反正那時候剛 那時候大概是2004年吧 我開始在經營部落格 然後那時候一天頂多 可能五個 一天 一天最多十五個啦 十五個最多的 然後可能 裡面雖然十五個最多 但是其實有十個 都是我第一點的這樣子 就是一直 上班的時候 從F5F一直replace 這樣子 對就是 就是一直會 一直想要讓別人來看我自己的圖 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是把自己的作品 丟給 可能同事啊 或是丟給別人同學啊 就希望他們來看我的圖 這樣 可是那時候其實只是單純 想要分享自己的作品 然後大家 像 有些人就會來 像現在就很多小朋友 就來跟我講說 哎 我一想要畫部落格 可是現在都沒有人來看 我覺得 哇 我好挫折喔 我不想再畫部落格啦 都沒有人來看 怎樣 那樣之類的 可是沒有人一開始就會有人來 有人注意到你 但是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經營的 有熱血 有興趣 然後你可以一直很勤勞 一直更新 然後後來是 我就一直持續畫持續畫嘛 然後後來是在上班的時候就是畫了一系列的那個 然後我記得我畫的第一幅是那個很熱的熱嘛 那時候我記得在上班的時候 因為他的公司的空調壞掉了 所以就畫了一個很熱的熱 然後那是第一幅 然後後來之後就畫了很多喜怒哀樂的圖 就放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然後後來就開始就被就是 鑽載出去 就是給同事朋友穿給朋友啊 這樣這樣 就好像老鼠會一樣穿得出去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就是還傳到就是 本來那種很不熟的同事 我還經過他的電腦後面還看到說 他的MSLT的圖呢是用我的圖這樣子 然後 但是我在公司就完全沒有講說 我有在做部落格這樣子 我就沒有講 然後就經過他的後面 跟他看他的同事來跟他講說 那個圖還蠻可愛的耶 在哪裡抓的這樣子 還故意去搖一下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這樣子的一個開頭 然後就讓很多人來看 大家的部落格這樣子 那時候本來像一開始本來一天可能十五個二十個嘛 然後之後經過那一件事情之後 就那一天 最突然就暴震到一天有三十五萬的人 來丟覽我的部落格這樣子 然後 我那時候就嚇到啊 然後就立刻想到說 哇 如果一個人就有一塊多好 這樣子 不是 現在我就兩億多塊 哈哈哈哈這樣子 然後會這樣想 對 然後但是 但是其實 我會覺得好像就是好像 整個過程都好像還蠻順利的 可是其實我是覺得 我不會把挫折當然是挫折 我會覺得那是一種挑戰 給你的一種考驗 就是 其實人生有很多逆境嘛 可是其實我不會把逆境當成一種折磨 我會覺得說 誒 這是一種就是新的轉變 新的 新的挑戰 因為在 在我出出之前 我也有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 像我的第一份工作的薪水 一個月是9000塊 就是違反勞機法 這樣子 就非常的低 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我的想法是說 誒 我去公司學 學電腦 我什麼都不會 我去學電腦 然後老闆就還肯給我錢 誒 有9000塊誒 就是覺得 有賺到的感覺 就會覺得說 誒 同一件事情 看你是用怎麼樣的角度去看它 我會覺得我自己賺到了 我可以學東西 又可以用電腦 又可以有薪水拿 我就覺得 誒 我好開心哦 所以 當別人問我說 你有沒有什麼挫折 或有沒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 我都覺得 好像免用 我都覺得 我真的蠻開心的啊 就是覺得 都還蠻順利的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 也有去應徵 就是一個室內設計師的工作 就是畫一些 就是那種平面圖啊 或者是設計 室內設計的那種工作 結果 聽起來好像很好聽 但是我記得 我那一整個禮拜 都在就是工地 然後買檳榔啊 買便當啊 掃地啊 然後照顧工人啊 或者是 就是做一些很女工的事情 然後大家就會說 你不是去應徵 世界設計師嗎 怎麼去當就是那種小妹幹嘛的 然後就是 你是不是被騙啊 或者是 這什麼爛公司啊 幹嘛就一直幫我 幫我出生這樣 可是我就覺得說 如果不是因為這樣的機會 我可能沒有機會說 可以到工地說 看到工地一個就是從一個 完全什麼都沒有的東西 然後 漸漸變成一個房子的樣子 然後問到說 原來工人是其實 他們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像我們以前 可能會覺得 工人好髒 或是覺得 欸怎麼 看這邊就是很 不敢貼心 或是很兇 感到很壞的感覺 那其實 就一起相處過後 會覺得說 欸其實他們也很可愛啊 就是 欸 也是大姐 都是 出來工作嘛 就是很辛苦啊 幹嘛 就覺得 欸 又看到另外一面 自己以前沒有發現的地方 會覺得 欸自己又學到好多東西 我會覺得 其實也很開心 對 所以其實 講錯的時候 我覺得 以前真的覺得 自己人生真的還蠻順利的 因為我覺得 其實每一件事情 都 都可以變成是 轉機 就是會覺得 欸 新的挑戰 新的 新的 新的變化 這樣子 對 像現在就是 雖然當然還是會有一些 遇到一些很不開心的事情 例如說就是 有人會在網路上面 就是會 呃 可能故意攻擊你啊 或是 無賴你啊 或是 我還記得我剛出第一本書的時候 就被人家 就被人家就是罵 就是什麼 欸 畫這什麼光頭人 蠻頭人 這種 我女兒也要畫啊 你這畫什麼醜東西 這樣也可以出書 怎麼貴啊 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 這樣大到時候就很難過啊 對啊 真的要畫很鬼東西啊 這樣子 就會 就會覺得這樣子 然後是 後來就會 讓自己 轉個想法就說 可是 你們就是要花錢買這些鬼東西 我沒辦法 就 就放開心了這樣子 對 就是 就真的是 因為真的事情 當事情不能改變的時候 就真的只能改變自己的心情嘛 對 所以其實 我就是讓 很努力的讓自己的生活可以一直就是這麼的 開心 這麼的快樂 然後讓 因為我覺得人生活就是要太開心了嘛 免得就是 就是白走一遭這樣 就是 對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嗯 這個 嗯 然後我就 我就發現說 哎 有個名字在報紙上也好開心哦 然後 我就故意就學了一個 童星 就自己演去比較娃娃這樣子 好 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所以很多就是長輩就 就會 就以為說 我就是那個演 心心自我心的那個娃娃 記得以前還有一個節目就是 普學亮有沒有 不是有什麼 叫什麼 就是找人 群人啓示 對 找人 超級任務 對 超級任務 對 所以那時候竟然還有一集就是在找 心心自我心的那五個小童星這樣子 然後他們好像就剛好就只缺那個 彎彎沒有找到 對 所以 就看到那個 那個電視上就寫著 胡香文你在哪裡 這樣子 就打出來這樣 所以很多人都打給我說 哎 你要在找你耶 我說不是 對 就很巧這樣 而且很巧的是 就那位 明星的 也出生的 月日還跟我同月同日 哦 所以就真的很 很巧 一切都是圓 就真的很有圓 這樣子 對 所以我現在就群叫彎彎 然後就 就是很多長輩就有 就是那個彎彎 對就是彎彎 以前演電視 現在還畫畫 怎麼太多才多藝的 對 但其實不是同一個人 完全不是 因為那時候 呃 也是看到名字 就 對啊 就是那個彎彎 他什麼時候開始畫畫 可是好像年紀 不是 有差 對 又覺得不太像這樣子 哦 所以彎彎這個 就是 我記得以前先住位的時候 還有小朋友來參加嘛 然後 就小小的小朋友 然後就 來的時候就 他就哭了 他就說 這個姐姐是誰 彎彎啊 這個姐姐有頭髮 有衣服啊 他不是彎彎啊 就 就不切了這樣子 就是 也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就是 就是連腳造型差來做 可是因為 其實我會畫這樣的造型 其實 就 真的就是 很單純 就是 其實我很懶啊 就是 畫這樣的造型 也不用衣服 也不用頭髮 這樣子 不過他有一個特徵 就是他有一些 他後面有一根捲毛嘛 就是他算是一個 我以前的一個特徵 就是 以前做完是捲的 所以我就畫了一根捲毛 對 所以就是 其實畫這個造型 就真的沒有太多 想說什麼 就是 好像 投射到每一個人身上啊 或是幹嘛幹嘛 就其實單純就是 然後